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SN代表以曾所发影片爆料 以宿门在香港设立了海外版的like giveaway 用来收取SN总营业额的6% 这是境外逃税 而对此2月22号,该公司的代表声明 因为目前在网络上散播的有关CTP的谣言 让本公司的品牌形象受损 CTP目前在香港,此公司设立在北京 创立以来一直都有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 与谣言不一样,缴纳了所有税金 本公司会对散播谣言的个人与主体进行法律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好可怕,好可怕 之后会评价为什么样的人呢? 怎么一点都不管你自己的形象? 跟诉讼结果无关,应该只是为了舆论战的提高 太稠陋了 那么不帮艺人们提高,自己的却是超快速 SM爱的我们有过那么多谣言,都没看到你提高 涉及到自己的名誉就这么迅速 不过,只是提到境外逃税的话 赌场那件事就是真的吗? 可可,真的是越来越乱了 所以,对于以宿门方提高SM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韩国王牌作曲家新萨东火炼仪制作过 Pumini High Issue Tiara Pupi Pupi Apink Nonono EXID VR Kyona Pupup Movere de Boom Boom等 非常非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但也因为部分歌曲的感觉风格有点相似 所以也常常被网友们指责 自己复制 因为是跟自己创作的歌曲很相似 所以不是抄袭,而是自己复制 然后最近,新萨东火炼仪制作的女团 Tribi的新曲We are Young 因为跟2011年发表的Kyona Pupipop歌曲很相似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两首歌 大家觉得相似吗? 在Tribi新曲发表后 不知道Pupipop也是新萨东火炼仪作品的网友们 就在网上留言是抄袭 而知青的人就吐槽说是自我复制 对此,2月21号 新萨东火炼仪本人接受媒体采访后表示 这首歌确实是参考Pupipop制作的歌曲 想称是Pupipop2就可以了 我不想否认最近引起的争议 当我看到有网友在PupipopMV底下留言 还是喜欢这时期的这种感觉后 决定用现在的风格重新还原一下 但是新萨东火炼仪强调 最重要的是没有让Tribi成员们模仿Hiona 也不希望Tribi六位成员变成Hiona 而是将重点放在Pupipop上了 这只是想要曝光Tribi开朗的形象 并不是要毁损Hiona以及Pupipop的形象 也没有要蹭Hiona的热度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在IG YouTube影片有非常多的留言问是不是抄袭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样的作曲家 确实能在于尔庸的伴奏上唱Pupipop的歌曲 但复制自己的歌曲也不是什么问题吧 至于接受采访吗? 嗯?我喜欢Tribi所以常听这首歌 一点都不觉得相似啊 应该是利用Hiona吵话题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在吵话题 但是新三童火炼也亲自出演很多组艺节目 非常用心的在宣传Tribi 所以大家觉得这两首歌香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hanu的Mong'n 为了2月24号即将播出的韩剧Aiden的第二部 Chanu在收访的时候被问到 自己会给自己的颜值多少分的时候 Chanu回答 50分 我不是故意想要谦虚什么的 因为有太多帅气的人 而且从小就收到妈妈的严格管教 所以就习惯了这种想法 应该是5分满分的情况下打的50分 是不是后面少了两个0 是我看到的当中最严重的妄言 别说废话了 我爱你 我真的想问一下Chanu 如果这张脸是50分的话 那这张脸你要给几分呢?